这是一件离谱到不能再离谱的恶性案件 还在读小学的女孩被74岁遭老头侵犯怀孕 然而女孩的多番供述 竟把学校多名老师都牵扯进来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 时间2013年1月地点湖南启阳 回家过年的李春生和妻子 发现在上小学的12岁女儿李思思 肚子越来越大 夫妻俩并没有多想 只觉得是不是快要过年了 女儿吃得好长胖了 可转念一想 再怎么胖也不会只胖肚子 会不会是得了大病 于是送女儿去医院做了检查 结果这不查不要紧 一查吓了一大跳 检查结果显示 女儿李思思已经怀孕五个多月了 也就是说 思思在11岁多的时候就跟人发生了关系 觉得没脸见人的李春生 找到了镇上的寄生站 要悄悄的做个隐缠手术 但值班的医生非常敏锐 一听这情况 就意识到这是一件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 立马选择了报警 刑法规定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 只要是与14岁以下女性发生关系 一律示威强奸 民警立即找来思思询问情况 思思说孩子的父亲就是自己的老师 唐桂云 但民警到学校调查之后发现 情况有点不太对 这个唐老师没有小车 也没教过语文 并且思思声称的知道这件事的三个同学 也是一头雾水 根本不知道出了啥情况 思思又给了新的交代 说应该是老师唐东云 并且学校里有两个老师都叫这个名字 一个是自己的班主任 另一个是其他班的老师 经常开一辆白色的小车 这下学校和民警更猛了 因为学校里 拢共也就一个叫唐东云的 也就是思思的班主任 他也没车 是不是思思记错了 也许是有人假装自己是老师呢 于是当地的民警 从户籍资料中 寻找叫唐东云的人 没想到 一查居然是一个74多岁的老头 并且还跟思思一个村 从根上算 两家还是亲戚的 大家都觉得这根本不可能 但在随后的指认环节中 思思毫不犹豫的就指认 这个老头就是强奸自己的人 唐东云 1939年生人 无儿无女又无钱 这个年纪 别当思思的曾祖父 都没问题 他就是思思肚子里孩子的父亲 面对这一结果 思思父亲的反应是不相信 他后来在唐东云下来 他说是那个背后讲 我就倒下来 倒下我就不相信 他说出来 我 您怎么跟您说是百分 您都不信 我总是死争我不相信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相信呢 因为他叫我妈妈 叫姑姑 是吧 他本来已经四十多岁了 这个到底我肯定 我知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不可能 是吧 举个例子 印度不是有个九岁的老人 娶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 一样是那个儿子 这就是说在我们的生育方 是很常见的 对 很常见 你怎么说呢 男性他的生育能力 有的可以长到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 九十几岁 只要他的精子是具有活力的 依然是可以使女性受孕的 谁也没想到 一个星期后 李思思的说法又变了 李春生带来了一份 女儿对这个案件的情况说明 这份材料让整个案件 又变得拨云诡诀起来 按思思的说法侵犯她的 还有学校里的三位老师 分别是七六班数学老师 七四班语文老师 和七二班语文老师 为了慎重 民警去学校调查时 也带上了思思执任现场 但思思的反应 让民警们觉得不可思议 他把七一班指成了七六班 而他指认的七二班的语文老师 则是一名女老师 看来思思的话可信度有限 民警觉得通过羊水穿刺的方法 测定胎儿的DNA 以确定犯罪嫌疑人 2013年2月8日 从羊水中拿到样本 交给李春生拿去做鉴定 很快结果出来了 你们猜是谁 答案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居然真的是74岁的唐东云 面对这一结果 李春生表示拒绝相信 他说 虽然羊水样本是他拿去的 但作为比对材料的犯罪嫌疑人的血液样本 是民警直接给到检测机构的 而且血液样本里 根本就没有思思指认的几名老师 这个结果不公平 这时思思又跟来给父亲助攻 说是学校威胁过的 不让他说老师强奸他的事 不然他就上不了学 而且唐东云也从来没有强奸过自己 但唐东云的交代 让事情的真相开始显现 不过李春生拒绝相信这一说法 他找到了教育局 要求赔偿一百万 如果不给他就爆料给媒体 让这几个老师一辈子都别想做老师了 2013年3月 唐东云因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 但李春生坚信这是冤案 他做了一个奇葩的决定 让女儿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再做亲子鉴定 2013年5月7日 可怜只是个孩子的思思 生下了女儿 成为了一个未成年的妈妈 放手一搏的李春生 向媒体不断的提交材料 并且还在材料里 指认其他的三名老师 汤老师 汤老师和王老师参与了此事 并且他还有证据 那就是女儿写的日记 里面记录了全部过程 我如果说相信她的这个结果 觉得没这个数据 哎呀 但是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 袭击队 把她的台 打掉 到底 日晚生日 日晚生日也不说要我打开 你又 给我来说说打开 那到底呢 我去以外你带行 那如果要是 假如是这个百合尚啊 就是这唐东云这老人的话 那他怎么去负担那个费用呢 如果是唐东云的 我还对他留个后边啊 他本来是一个母宝宝嘛 我还把他带过后边啊 在相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和相同的对象 但办案人员也表示怀疑 连思路都拟不清 班级都只认错的 私私会写日记 事实也确实证明了日记有问题 只认现场的丝丝漏洞百出 自己写的过程完全对不上 终于他说出了真相 很多人看完此案后说 对于李春生来说 他希望这事是发生在老师身上 而不管真相如何 因为那样就可以要赔偿了 我只能说 最无故是私私 父母没给他好的教育 被坏人用小钱引诱失了清白 原本可以打掉孩子 重新开始 却又被执拗的父亲 推上了未成年妈妈的不归路